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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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Jerman 歡迎收看今天的網紅觀察室 那今天這支影片非常臨時 就是很久沒有在我的電腦桌前面拍片了 那會來拍這支影片呢 主要是 我昨天睡前發現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那就是本頻道 Jerman頻道呢 一個頻道 總共有三支影片 上了台灣的這個 YouTube發燒影片 那這是非常誇張的一個現象 因為在應該是18年吧 那個時候我就有拍片分析說 發燒影片的這個算法 大概是怎樣我自己的猜測跟推測 那有一些推測 在後來看我覺得蠻準的 可是在這半年當中呢 發燒影片的這個改法 其實是越來越看不懂了 直到昨天竟然我一個頻道可以上 三支影片我就覺得太扯了 因為在過去一個頻道 只會有一支影片上發燒 就算這個頻道再怎麼搶好了 他每支影片都百萬好了 例如他是這個橫愛眼 然後連發兩支影片 每支影片都百萬點閱 他頂多也就是只有 最好的那一支會上發燒 或者前一支會卡著 讓下一支發燒上不來 那大概是這兩個禮拜我發現說 他改了就是他一個頻道 不會只有一支影片上發燒 我發現有一個頻道可以兩支影片上發燒 然後想說 哇好好喔 一個頻道可以上兩支影片 沒想到我前幾天 上傳影片之後 上了第一支發燒 我就是這個就是要看房 上了發燒之後呢 前天發了一支iPhone SE的開箱 也上了發燒 同時 我也雙發燒 然後那時候我就還很開心的在我的臉書上分享說 耶就是 同屏障雙發燒 成就的解鎖 就炫耀一下 那我當時就想說 可是我隔天要發就是要對決 那新節目大家都很期待嘛 所以理論上應該也會上發燒 那應該會把這兩支影片擠掉其中一支 我就說阿如果可以三發燒就好了 結果還真的三發燒 那我不確定台灣頻道是不是我是第一個 達成這個成就的齁 不過這支影片順便就是來分析說 最近發燒影片的算法 還有我為什麼看不懂它 我們現在先來打開來看一下 目前台灣的發燒影片 我的第一支發燒是這個對決 對決是發燒8 然後iPhone現在是發燒16 然後房地產的影片發燒已經上了6天了 現在是發燒35 所以現在依舊是3發燒的狀況 然後最近發燒影片這幾天 真的是有一個人霸榜 等於是去年的韓國瑜 那就是誰呢 那就是羅志祥 你知道整個50名裡面 有多少支羅志祥的影片嗎 我們來數一下齁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前50名的發燒影片當中 有17名是跟羅志祥的相關新聞有關的 所以它佔了三分之一 那我這支影片就來跟大家講說 為什麼我看不懂現在的發燒影片 它到底是怎麼算的 在過去2018年我的觀察現象是 不是流量好就能上發燒 還要這個陌生點閱率 然後陌生觸及率 所以它會造成一個小型中型頻道 反而可能也比較容易上發燒 是因為它的陌生流量是比較高的 但是在最近我的觀察 似乎並沒有 就是很多影片的陌生流量其實很不錯 包括了這個前一陣子很紅的 反正我很閒 理論上它的陌生流量是很高的 按照兩年前的算法 這種陌生流量應該可以上到個 發燒前五啊 或者發燒前十 因為剛好我現在目前的影片 連最近四支影片有三支上發燒 所以我們剛好可以來看說 這三支發燒有什麼共通點 然後沒上發燒那一支 又有什麼共通點喔 先打開來看一下我目前頻道的 最近這四支影片 那最近這四支影片分別就是 看房 然後在健身房被偷錢 iPhone開箱 跟這個就是要對決 這四支影片的點閱率都非常高 四支影片的點閱率都有超過五十萬 但是那個時候 先上發燒的是這個看房子 那看房子那時候點閱率很高 那同時我過了兩天 就發了在健身房被偷錢的影片 點閱率也很高 那個時候我記得一天點閱率就有四十萬 沒上發燒 那我當時就不以為意 因為我想說我已經有一支影片上發燒 另外一支影片沒上很合理吧 在過去這個是很合理的 但是 iPhone SE上了 然後後面的對決也上了之後 反而只有這支在健身房被偷錢 沒上之後就覺得 嗯? 為什麼四支影片這一支沒上 不是說我很貪心啊 是單純的探討 那莫非是廢片 系統會偵測說 欸這支是廢片 你就只是前輩偷 一點重點都沒有 就這樣子 所以不讓你上發燒 是這樣嗎? 廢片類型的影片不會上發燒嗎? 好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目前的前五十名 前五十名 前五十名有沒有疑似是廢片的 羅智翔的 我們就不把它當作廢片 我們當作十四影片 所以羅智翔的影片我們都不看 有沒有其他發燒影片 是廢片的 好像沒有欸 看起來都是 要嘛是新聞的影片 要嘛都是蠻厲害的影片 現在沒有啦 可是我記得我前一陣子還有看到 有些廢片有上 有可能 廢片不會上發燒 可是什麼類型叫廢片 它是如何界定 這是廢片 不知道 那難道是用觀看完成率來界定說 是不是廢片嗎? 我現在看一下我自己頻道 發燒名次最高的對決 觀看完成率是多少 那對決這支影片是昨天才上 所以它很多數據都還沒有跑出來 不過我們還是可以簡單的 算一下它的觀看完成率 那平均每個觀眾是看8.7分鐘 那總片長是20.7分鐘 所以8.7除以20.7 觀看完成率是42% 那基本上觀看完成率超過40% 就算是不錯的數據 所以42%算是觀看完成率很高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在健身房被偷錢 這支影片的觀看完成率是多少 這支影片的觀看完成率 理論上是更高的 因為它的片長短 那片長短當然就很容易 把整支影片看完 它的觀看完成率高達了57% 所以如果你要從觀看完成率來判斷說 這支影片是不是廢片其實 不太成立 因為這支影片的觀看完成率還更高 雖然說片長也很短 但片長短也不影響說 系統判定它是不是廢片 因為大家剛剛看發燒影片 包括了很多影片都是很短的影片 包括了一些新聞的影片 包括了剛剛看洋蔥的影片 片長也短嘛 然後還有很多片長短的也有上發燒 那如果不是觀看完成率的話 我們已經確定不是點閱率了 因為點閱率跟發燒影片 基本上應該算是完全脫鉤了 所以我們就不看點閱率 那陌生流量 我們來看一下陌生流量 目標對象 因為新影片 對決這支新影片 它的數據還沒有跑出來 我們看之前 一度到發燒2的 就是要看防這支影片的 陌生流量是多少 這支陌生流量應該很高 因為吸引了很多 本來不看我影片的觀眾 但是對房地產有興趣的 來進來看 我的關注有幾個點 就是陌生流量會不會造成發燒 然後男女比例會不會造成發燒 然後外國觀眾會不會造成發燒 那目前這個數據是 就是要看訪的數據 男性比例高達76% 就是我的觀眾還是大部分是男生 那年齡的話還是大部分分佈在18到44 我特別要注意35到44 這個比例拉高了 我正常的影片都是18到34 可是這一次35到44 是高達18.9 這也合理 因為會對房地產有興趣 有那個財力的人 相較應該會是中年比較多 那86.8%是台灣 那其實它這個外國數據已經算很多 13%是外國流量 代表有大概 十來萬的點閱率 是外國點閱 香港馬來西亞也很有興趣 因為香港房地產比我們貴 馬來西亞房地產比我們便宜 所以外國流量是蠻高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沒上發燒的健身房 這支的數據怎麼樣 看差異在哪裡 健身房被偷錢的這支影片 男性觀眾更高 82% 所以可能去健身房男生多一些些 那這支影片的年齡分佈 其實中年以上也蠻多的 35到44的百分比 有到16.5% 所以其實也蠻多的 你從數據上來看 不覺得差距不大 就是包括了外國觀眾的數據 年齡的分佈 男與比例的分佈 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 各位我發現了一個差異 就是它不能完全反應說是陌生流量 但是它代表了部分的使用者行為 你可以看到目前這個數據分析是 曾經最高發燒2的房地產的那個數據 那它比較特別的是 你看它來自瀏覽功能的流量 75% 看起來佔多數 但它相較我另外一支是 是比較低的 我另外一支健身房的 瀏覽功能是百分之八十幾 所以 它有更多流量是來自建議的影片 什麼意思呢 就是它出現在旁邊的建議 然後觀眾願意去點的 這個意思是說 它兩支影片都有推播在右邊建議的影片 但如果觀眾比較願意去點 就是封面跟標題有吸引它去點的話 比較容易上發燒嗎 就是這個封面跟標題比較吸引人 會比較容易上發燒嗎 這是一個 可能的正相關數據 然後另外一個 可能造成發燒的 我注意到的是 流量最高的外部來源 你看喔 房地產這一支 高達32%是從 Google Search 就是 搜索引擎所點進來的 因為現在Google綁動YouTube 你搜索一些關鍵字 它也會跳出一些YouTube的連結 如果從這邊點進來的流量更高 更容易上發燒嗎 有可能 這是一個正相關 然後從Facebook導進來的 高達 21.8% 所以這支影片有可能被分享到 外部的一些社群網站 那 為什麼我說有可能 是因為 這個數據跟健身房這一支很不一樣 健身房的數據你看 高達近89%是來自瀏覽功能 它其實從外部進來的流量 從建議的影片點進來的只有2.8% 所以其實這支影片的封面跟標題 反而比較不吸引人 雖然說它最終的點閱率還是很高 有60幾萬 但是它 極大多數都是從瀏覽功能進來的 此外它的流量最高的外部來源 25%是TT秀 什麼意思呢 是達人秀 因為達人秀 可能幫我寫個新聞 不知道是好新聞還是壞新聞 但它的外部進來的流量 都是新聞 就是TT秀 然後 ET Today Cool Style 莫非 就是外部流量比較高的 來自搜索引擎的 比較容易上發燒嗎 我們同步對比 iPhone iPhone這一支也有上發燒 雖然說最高名次只有到十幾名 沒有到很高 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外部流量 欸我覺得合理耶 你看喔 外部流量 Facebook高達16.5% 但Facebook其實 流量都蠻高的 所以Facebook我們假設不看 Never 就是這個 Never應該是Line那邊過來的流量 還有Google Search 所以 Google Search的流量只要高 可能就會上發燒 但是你看這支影片的 Google Search的百分比佔比較少 所以也有可能 造成它的名次比較下降 也有可能 目前暫定推估是這樣 因為我們已經證明了 陌生流量跟單純的純點閱率 其實是影響不大的 影響不大 為了要驗證這個外部流量 可能比較容易造成發燒的狀況 我們來找 我前一陣子我覺得流量很高 但是沒上發燒的影片 就華碩這一支 華碩一日員工點閱率有九十幾萬 可是當時是沒有上任何發燒 他連發燒 五十名好像都沒有上 所以 是不是因為他從外部搜索流量很低 對耶你看 這邊 華碩這一支流量高達九十幾萬 可是流量最高的外部來源 從Facebook高達百分之四十 但他沒有從Google Search進來的 Google Search進來的很少 不在前五名 Google Search只有3.8% 所以有可能是真的喔 就是 從Google引擎進來流量越高 越容易上發燒 還有另外一支影片 最近點閱率很高 但沒上 就是 就是要收藏 完成小收的夢想 這支點閱率有六十萬 但好像當時也沒上發燒 這邊這支影片流量最高 外部高達百分之五十六 是Facebook倒過來的 Line這邊倒過來六點一趴 Google五點二趴 Google有在前五名 但是 這個佔比不大 就是五點二趴 所以 好像有符合耶 他的Google流量分成Google Search跟Google 那我不太確定這兩個的差異在哪裡 但我的觀察是Google Search很高的話 上發燒的比例也很高 用Google引擎所搜索得到的流量 有可能會幫助你上發燒 所以有可能代表Google現在更傾向的是 搜索引擎可以為YouTube帶來流量的話 這個影片他是更喜歡推薦的 總而言之 算是有找出一點點新的規律 可是沒有到很準確 因為這個 我就說嘛 演算法每天都在改 發燒機制也每天都在改 但確定有改的就是 他不會單頻道只上一支影片 可是我覺得單頻道上三支發燒真的太扯了 這是應該要改掉的 不然這個多元性會差很多 那再來分享一下我這一兩年來觀察到的 發燒影片的一些比較固定的頻率 就是呢 前兩名的版位一旦定了之後 不太會變動 什麼意思呢 例如我只要能夠卡到發燒一或發燒二 它有很高的機率是兩三天內 它都在那個位置 下面的名次可能每小時都在變 可是前兩名它是固定住不太動的 我覺得這就有貓膩了 為什麼是前兩名這個位置 我之前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分享過 前兩名是最值錢的版位 因為我們YouTube的App打開來探索第一頁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部分的手機只會顯示前兩名 所以我的觀察是發燒影片只有前兩名 可以得到真正比較多的陌生流量 你後面的發燒排名其實就是井上添花 你的流量並不會因為上發燒而增加多少 再配合這個前兩名最值錢 然後上了前兩名之後 很常定住不動的這個特性 有沒有可能是神秘的力量把它拉到前兩名 然後還有什麼規律是最近我發現 特別容易固定一定都會有外國頻道上發燒 所以Google也開始想要 除了本國的頻道之外 推一些國外的頻道給我們看 那同理可證理論上我們的影片 台灣的影片應該也有可能在其他華語地區的國家 得到發燒的推波 什麼意思呢你看喔 除了KPOP的影片很常上發燒之外 你看最後幾名 這個像這個FatTV 這個是國外的影片 然後 國外演這個Cover 棺材舞 也有上發燒 然後像這個日本的頻道 也有上發燒 我覺得現在的發燒影片 有刻意留4到5個的版位 是要推外國頻道的 所以這可能是最近YouTube的策略 那 只是當然發燒40幾名之後的版位相對沒有 沒有那麼值得參考 主要 可以代表那個國家的影片 可能還是前10名到前20名 那我覺得有一個可以參考的是 手機版看不到 但是網頁版看得到 網頁版除了原本的50名發燒影片 你拉到最下面有一個近期發燒影片 這個我覺得才是最值得參考的發燒影片 什麼意思呢 你看近期發燒影片第一名 老高與小莫 就是我前面講的 現在發燒影片脫鉤了 就是老高的點閱率255萬 結果前50名裡面 沒有老高的影片 然後最近我觀察 也沒有很愛演的影片 這很不合理啊 就是 點閱率這麼高 結果沒上發燒影片 但是他其實有在近期發燒影片裡面 然後第二名是綜藝王很大 這個也很合理 然後第三名是木藥 這個很合理 第四名是群人 第五名是這個 這個阿滴去上這個 去上talk show的影片 就我的觀察 反而是電腦版下面這個近期發燒影片 水分比較沒那麼重 真的是很強的影片 才能夠下面追一排 反正下面追一排我沒上 對不起 這支影片比較hard code 比較重度 那也很多我個人的腦補成分 大家就僅供參考 那我必須說真的 近期的發燒影片 我看不懂 那就是分享一些我個人的推論 當然算是解成就啦 雖然是一個頻道可以上三次發燒影片 雖然說我覺得很爽 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會改 所以我們就看未來的走向 那各位如果有一些我沒有發現的點 小細節可能可以造成發燒的話 也歡迎留言跟我說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那也記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